繽紛的彩色海域是每年三四月来到西海的游客们最熟悉的花卉 但目前在活动主展区能看到开花的海域却十分稀少 主要是配合活动展棋 从去年底进口的彩色海域种球遇上了湿冷天候 花开的慢 比往年同期的花开数量要少了三成多 我们休闲农业区年度的大型活动 即将在3月30号到4月7号展开 我们在现场跟往常一样 我们种植了5万株的彩色海域 还有1万5千株的香水百合 还有其他的草花 总计大概有18万株 那么即将在3月30号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西海休闲荣业区来参访 今年因为润年 所以在过年之后天气极端的变化 所以气温比较低 那目前来讲大概只有开到两成左右 但是接下来这10天 大概气候会比较温暖 那么会陆续的绽放 那么预估在展期开始之后 至少大概有五成的花 会呈现给所有的民众 今年的彩色海域季 正式更名为西海花卉农游区 一整年度的四季 也都会有不同的主题规划 像是春季的海域 夏天的西瓜等等 搭配西海休闲农业区在地的农游资源 不论什么时期 都希望带给游客不同的观光体验 我们延续了以往的彩色海域季 但今年开始我们会在全年度都在修区会活动 所以我们今年正式更名为 2024西海花卉农游区春季展区 也就是彩色海域的春季展区 来做活动的这个名称 那么在夏季我们会做西瓜跟向日葵花田 彩绘稻田 这个是秋季冬季会有萝卜跟桥麦 这个四个活动 那么欢迎各位 全年度都可以来我们西海休区来玩赏这些花卉 距离活动开始的3月30号还有一个多礼拜 彩色海域能否以最美好的面貌出现在游客面前 还得看老天脸色 但无论如何 主办单位也把握时间为开展做最后整备 开始今年第一场的大圆西海花卉盛事 记者林德操采访报道